上涨0.16米 超过警戒水位1.23米 目前近4万防军大军 正坚守在400多公里的堤防上 随时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 今年长江又一次洪峰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本台已经播发过的 其他国内药文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江泽民 昨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了日本共产党 中央政治局委员长 不破折三 和由他率领的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 江泽民指出 日本共产党为实现 中日邦交正常化 和发展两国人民友好事业 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党关系史上 虽然出现过波折 但重要的是 我们通过共同努力 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今后 中国共产党 愿与日本共产党 在双方确认的原则基础上 发展新型的党籍关系 加强两党的交流 为增进两国人民的 相互了解和友谊 推动中日慕林友好合作关系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做出贡献 国务院昨天召开 表彰先进电视电话会议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李兰青 在会上发表讲话 这次会议表彰了 韩刚集团等 14个先进企业和单位 李兰青在讲话中指出 要通过表彰先进 激励和带动各地区各行业 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 进一步认清形势 明确任务 振奋精神 努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确保全年经济改革 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务院近日发出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